大家好 我是Audit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频道的粉丝数也快将近1000了 我这个频道是在2016年9月5号注册的 之前可能空了一段时间 之后一直在上传视频也在做视频 由于原因可能是我的视频做的太杂了 杂了以后就没有一个重点 没有一个中心 大家看的可能也就比较杂乱一点 这样跟一个性格 跟我的性格肯定也有点关系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一点 各方面都喜欢设计一点 另外一个呢 我的频道呢 我也想就是说 主要是录制一些我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的喜欢的视频 大部分的就是一单解答 也作为我一个资料的备份吧 我以后再碰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可以找到自己频道里看看 我以前是如何解决的 如果将来呢 解决问题呢几乎方便 小时候呢 我只喜欢数学 跟着我爸一起做数学题 他也搜集了各种各样的题目 我基本上一直喜欢翻他的资料 各种题目做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脑啊 手机啊 什么一些娱乐设施吧 那做数学题呢 就是一大的一个娱乐 感觉到消遣吧 或者说消贸时光都可以啊 随后呢 我就因为当时比较狭窄 就局限于在数学上 后来呢想想其他方面能不能有发展 啊 所以我对各种方面呢 都喜欢投入一点 看看呢 有没有什么收获 当然了 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就是说 那时候游戏是没有就玩意志类的游戏 棋牌吧 只有当时各种棋各种牌呢 都玩过 都下过 尤其是那个三棋一排 象棋围棋 国际象棋和敲牌 写小说都最喜欢玩的 三棋一排 玩的还不错 游戏 游戏还拿过些奖吧 后来呢 大了以后了 慢慢大了以后呢 各种电子设备出现了 喜欢打电子游戏 中学的时候 学了编程语言 Basic 那时候就拿Basic语言呢 写两个东西 一个呢 写游戏 让Basic语言呢 写程序写数学题 这是两个最大两个编程 然后那时候就喜欢上了计算机编程 上了大学呢 就报计算机专业 然后后来呢 发现呢 计算机编程方面呢 我只编的比较狭窄一点 并不是任何方面都喜欢 也就只喜欢是编数学和游戏 还仍然没有 仍然没有跳出去这个怪圈嘛 之前的工作 毕业以后工作 我们也就是 关于程序开发 计算机维护 系统维护一些的 跟电脑相关的嘛 出国以后呢 就想了 能不能 加工做什么样子 想尝试一下子 那么呢 设计的工作呢 也相当广 曾经呢 洗过车 维修过电脑 在渔居店干过 我现在一个一个看我的简历吧 简历写什么东西 卖过衣服 在厂厂里呢 做过清洁 学了汽车维修以后 学了一点汽车维修的课程 然后后来呢 在汽车维修厂里呢 做过一些实习 在澳大利亚海军的军舰上 做过清洁 后来到酒店去做过服务生 整理酒店房间 布丁厂里面 啊 做过那个 牛子县的工人 啊 做那个Donald King 前面圈 那游轮 游轮上做过清洁 啊 游轮人往返于 悉尼河塔斯马尼亚的 一个大型游轮 啊 做过那个 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的 维修工和安装工 在答案管理 干过 还在保衍公司里做过 啊 在澳大利亚邮局 做过信件分检 拆过大公共汽车 在公交系统 做过批卷老师 批改中学生小学生的数学 英语等等卷子 电脑安装维修及销售 做过送货取货司机 电脑公司里网页设计 网站设计 啊 数学家教 刚开始做中学的 后来做小学的家教 在超市里的面包房里面做面包 啊 做过职业外汇交易员 开发外汇智能交易系统 EA帮人修改 开发程序 开发这个EA再往上 做自由职业者挣钱 啊 澳术教练 专门教 奥林匹克数学 在Udemy网站上 在Udemy网站上 做数学的一些课程 电子教程 电子课程 在澳大利亚的大营超市里 Course做过上货理货员 在保龄球的公司里 卖保龄球的各种产品 在中文学校里教数学 好等等 哎呀 还有很多工作 这次其中一些 其中有比较简单的啊 在十字路口 到了交通管理局的工作 在十字路口数汽车 数汽车的数量 然后提供数据 给到了交通管理局 他们以改善这个红利针的时间吧 连接 连接发传单 邮箱里一个一个发 年轻的时候呢 就是往外扩展 加 做加法 学这个 学那个 做那个工作 做那个工作 各种工作都做 然后呢 年纪大了以后呢 做检法 说说说说说 有些东西不感兴趣的啊 或者不适合性格的啊 就慢慢减掉了 到最后呢 现在呢 主要是觉得数学 是永远的这个 离不开了 尽管当时也一段时间也想不想做数学了 看要做其他的行不行 但发现呢 到最后的人 人还要追随人的本性 就发现数学呢 才是自己最喜欢的 或者说最擅长的 最能做的吧 也是 现在呢 也主要是教一些小朋友 一些各种数学知识 包括一些 各种中考高考 好数等等 都有 以前呢 想尝试各种工作 常做各种工作下来呢 发现呢 数学还是最有趣的 而且呢 最擅长的 其他工作呢 不是一个人能力 毕竟是有限的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弄精通 而且呢 有爱好问题 也不一定喜欢这个工作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面方的评论欄里留言 提出 好 感谢大家支持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